哈喽 你们好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兵燕 那大家看看周围的这个环境 还有我今天的这身打扮 相信大家应该猜到 我今天出席一个比较正式的活动 没错 今天呢我来到了One World Hotel 那呢今天呢是被这个Z Capital 邀请呢前来这个哈伯兰的这个商业event 那今天的这个event呢 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什么是哈伯兰公司 以及他们的区块链技术 那什么是区块链技术呢 我自己也不清楚 所以现在跟着镜头跟我一起去听听吧 在未来呢其实Blockchain它将会 可能就变成好像你 现在用的电脑的language这样子 但是现在呢它是正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正在萌芽的时候 其实数据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它可以帮你做出很准确很准确的一个决定 很多决定你是不需要用你的感情去做的 每个世纪都不明白 什么接下来的世纪都要买 就是我们怎么不明白 为什么人们比我们年轻的 都会进行这个社交平台 像Instagram和这些东西 区块链是什么呢 而区块链跟现在的网际网络有什么分别呢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现在的网际网络是一个 Centralized System 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系统 因为如果是中心化的系统呢 那个中心化的管理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而区块链的分别就是它是去中心化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房间里面有20个人对吗 假设我们看到有一只鸟从上面飞下来 撞到桌子上爆炸的变成一个凤凰 然后喝了水它就走出这个门 然后警察现在就跑进来了 就说每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去自己的房间 拿张纸写出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如果有一个人想说谎的话 他就说我们不是看到一只鸟 我看到一只狗进来 可是如果20个人就一个人说是一只狗的话 他说谎很明显对吗 这就是区块链去中心化的一个 the beauty of it 就是说在一个区中心化区块链的世界里面呢 没有人可以去manipulate 所以在金融啊在保险可以应用到 其实在哪里都可以应用到blockchain technology 为什么我对这些建筑行业很感兴趣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是对社会很有意义的 我们在建造城市 建造你们的新的屋子 现在在建筑行业呢 如果你是外籍老公对吗 如果你想在别的国家就职找工作的话 你需要还很多钱给中介 如果你还很多钱 这也意味着就是整个成本 建筑成本会很高 在新加坡如果你要找份工作的话 你是外国老公 你可能需要还八千到一万二块新币 来在新加坡工作 如果你用区块链 做一个国际的建筑的交易平台的话 你可以在我们的哈伯兰的平台上找到工作 而且不需要还很多钱 我就觉得做生意不只是要赚钱嘛 还是要做一个意义社会的贡献